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路时步履蹒跚 一蹶一拐的样子不免让人感到担忧 即使身家上亿 但是戴着口罩的许静亨看起来非常的低调 与街上的普通人无异 要知道许静亨年轻时曾经也是香港叱咤风云的钻石王老五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露面的许静亨戴着眼镜看起来还是很斯文的样子 但是明显变少的发量和逐渐花白的发色还是难以老态 而作为李嘉欣的老公 许静亨独自一人问诊 让网友不禁感到很疑惑 为什么老婆李嘉欣没有陪在身边呢 此后有悉心网友发现 香港的一位阔态在社交平台晒出与李嘉欣为闺蜜庆生的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妆容精致的李嘉欣肯定是打扮了一番 整个人的心情看起来也非常不错 这也导致不少网友对此表示质疑 闺蜜的生日聚会竟然比老公的身体健康还重要吗 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许静亨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 为了体贴老婆李嘉欣 所以没有让他一起陪同 而就在此前 一心想加入豪门的李嘉欣 在嫁入豪门以后 许静亨能得偿所愿 成为豪门的阔太太 因为李嘉欣的公公为了防止儿子败光家产 早就将巨额遗产分发在了家族基金信托当中 只允许夫妻两人每月从里面领取200万作为生活费 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因为李嘉欣想到豪门媳妇的梦碎 所以才会对自己年迈患病的丈夫置之不理 而且再加上两人长时间分房睡 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疏远 所以才会出现了现在的局面 不知道如今的许静亨有没有后悔当初不顾父亲的反对 坚持要取李嘉欣过门的举动 曾经的许静亨家境有多显赫呢 当年赌王何鸿燊就执意要把自己最得意的女儿何超穷嫁给他 要知道何超穷当年最爱慕的人是陈百强 而赌王何鸿燊则棒打鸳鸯 看中了富家少爷许静亨 原因就是要家族联姻 1991年 29岁的何超穷嫁给了公子哥许静亨 世纪婚礼轰动全程 这一年33岁的陈百强宣布退出歌坛 所谓强扭的瓜不甜 后来陈百强去世 对以为人妻的何超穷打击巨大 还不顾世俗看法 坚持为陈百强扶林 到了2000年左右 一心只有事业的何超穷和许静亨对外宣布离婚 至此之后 两人开始分道扬镳 心同陌路 没了婚姻和爱情的何超穷 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 父亲何鸿燊去世后 他成了家族掌门人 将自己活成了无所畏惧的女强人 而许静亨则兜兜转转遇见了一生所爱 这个人就是李嘉兴 2006年 李嘉兴和许静亨的恋情被曝光 两人开始高调相爱 两年后以嫁豪门为目标 并为此奋斗了20年的李嘉兴 如愿地嫁给了二婚的豪门公子哥许静亨 可惜和前妻何超穷三天三夜 十分高调的婚宴不同 许静亨这次结婚 许家闭门谢客 非常神秘 一直未被媒体拍到照片 不过从后来流出的照片可以看出 虽然出嫁的仪式有些憋屈 但李嘉兴还是一脸幸福地面对镜头 双手比出两个象征胜利的手势 仿佛再说我也是豪门的人了 从1988年出道到2008年出嫁 历经20年的风风雨雨 梦想终于成功实现 确实值得毕业 不过就因为这两个手势 再加上李嘉兴臭名昭著的标签 富豪收割机 很多人都认为他嫁给许静亨就是为了钱 甚至连许静亨的父亲许世勋 都认为他是为了钱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学老爷子在临终前后 都没有直接把420亿遗产交给在世的唯一独子 许静亨 而是办理了家族信托基金 总体意思就是 许家人会根据资备不同 每日每月可以获得自己的生活费 而剩余的钱都交给基金会去打理 也就是说学老爷子的420亿遗产 许静亨和李嘉兴没分到一分钱 除了家里少了一位长辈 其他没变化 虽没能继承遗产 但现在许静亨和李嘉兴每月可从基金会中领取的生活费为200万 看到这个消息 很多人笑称 200万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天文数字 一辈子也不一定能赚到 但对于李嘉兴来说 连买个包都不够 更何况从来没有吃过苦的许静亨 本以为以降豪门为目标的李嘉兴 会忍受不了许世勋的这个安排 而和许静亨离婚 可事实证明并没有 就连许静亨妈妈许简健勋去世了 李嘉兴也依然没和许静亨离婚 这可不像是他的作风 要知道当初刘兰雄和保永勤离婚后 当他察觉到刘兰雄依然没有娶他的意思时 他可是毫不留情的就选择了分手 那么以拜金女富豪杀手 小三之王而臭名昭著的李嘉兴 为什么在知道许静亨这辈子都拿不到420亿遗产后 仍不选择离婚呢 一个是令众多豪门阔态闻风丧胆的李嘉兴 另一个则是流浪花筒多年的豪门浪子 虽说两人的家世背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但是在感情生活上 人确实是如外界所言那般势均力敌 年轻时李嘉兴仗着天生的美貌 在各个富商之间游走 实力诠释了红颜祸水的定义 一心只想与豪门接轨的李嘉兴 所接触的男性非富即贵 绯闻对象从李嘉诚到刘乱雄 李嘉兴把野心全写在了脸上 在同刘乱雄的那段关系中 李嘉兴更是亲自上线逼宫正房 对着保永勤破口大骂 为了嫁进豪门 李嘉兴成了外界口中的野心港姐 不择手段 一心只想嫁豪门的李嘉兴 愿望却屡屡落空 就像文章开头所说 以嫁豪门为一生目标的李嘉兴 奋斗了二十年 才终于如愿地把豪门梦和专宠都实现了 当然这过程也是艰辛的 据传李嘉兴为了进许家大门 不惜跪在许老爷子面前 表示自己是真的爱许静亨 嫁进来后 他一切都听长辈的安排 绝不敢造次 看着不可一世的李嘉兴 在自己面前毕恭毕敬 再看看自己儿子 那富赖尼扶不上墙那样子 许世勋只能同意了 虽然许世勋同意了 但简建勋却不 每次简建勋被记者追望儿媳的事情 总是一副很不耐烦的表情 而且他还和许世勋的前任走得很近 私下也经常跟前儿媳何超穷聚会 两人相谈甚欢 轻如母女 同为女明星的刘嘉玲 也深得他的喜爱 他们夫妇也会对外和刘嘉玲聚餐 唯独和现任儿媳李嘉兴 私下却没有同框过 虽然婆媳关系紧张 但幸好许京亨对他深情专一 这么多年来可以看出 许京亨对李嘉兴的体贴与珍重 不是做样子给外界看 而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关怀跟珍重 这点的确不易 嫁入许佳那年李嘉兴才38岁 而等到许佳两老都去世时 他都快51岁了 虽然他也是港姐出身 但他不是朱玲玲 加之也没朱玲玲好命 到了这个知天命之年的年纪 又找不到更好的下家时 李嘉兴又怎么会傻傻的因为分不到遗产 而和许京亨离婚呢 再说作为许家继承人之一 许剑桐的母亲 你觉得李嘉兴会选择离婚吗 况且领家族信托基金 也是许京亨爷爷那代起 就开始的遗产分配方式 这也说明李嘉兴在嫁入许家之前 想必就已经知道日后的财产分割形势 毕竟这已经是许家祖训了 所以当公公做出这样的决定 并且公之于众后 就算李嘉兴想哭想闹 也只能在许京亨面前唠叨两句 毕竟以他的个人能力 是不可能随便撼动得了整个家族的人 不可否认李嘉兴是一个极具有争议的人物 他有普通人难以忘记相辈的天生美貌 也很懂得利用自己的美貌去谋取财富 哪怕使用不道德的手段 破坏别人家庭也在所不惜 在他长达20年的人生路上 用自己的美貌伤害了别人的利益 但自己也落得一个极为负面的名声 他经历过万众瞩目的高光 也体验过声名狼藉的奚落 不过最后还是找到了他毕生所求的豪门归属 开始享受平静的生活 2022年1月15号 经过ICU抢救成功的李嘉兴登上热搜 但网民更多的却是奚落和指责 嘲讽他咎由自取因果报应 但事实上 年过万百的李嘉兴虽有荒唐的过往 但他最终依靠自己聪明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 实现了毕生追求的豪门梦 把最温情的一面留给了家庭 虽说李嘉兴和许京亨没有一次兴奋到几个亿的财产 可是每个月还是能够拿到200多万的生活基金 挤不尽富泰圈子 难道还不能好好生活吗 这么多年这对夫妻什么都不干 许京亨这辈子更是没上过班 还是能过享受常人所不能及的优渥生活 这不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吗